有没有长胖一点呀 我觉得我就我胖了 大家都帅了 然后都就变得更加的会唱歌了 为什么就过了年就会更会唱歌呢 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在过年的期间都在家里面陪家人 但是我的一些哥哥们他们依然在外面忙着工作忙着学习 好 其他人呢 大家都变得更好了 然后史凯今天高了 这叫爆料吗 就是长高了 他确实也是长个当中 然后大家总在一起聚就感觉越来越亲了 感觉赫尔更会说了 化妆子的时候也一直在背词 都是有所准备的 我发现这个 我得多学习一下 和哥的这个 准备的这些工作 还有就是 每个 就是哥哥啊 他们都很努力很优秀 包括他们参加歌手 我们也一直在体验加油打劲 然后 继续努力吧 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分开 我觉得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工作的一些地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还连在一起 而且我们经常会自己私下一些交流啊 或者是联系 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所以大家就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特别的亲切 绞合的盛会一场又一场 身本停不下来 其实我觉得 我也很希望 即将到来的2019就已经到来了 过了完年了 正月十五已经结束了 现在一年开启了 我希望2019还是生人心之年 就是大家还是要绞合不断 然后越来越好 唱得越来越好 然后提高自己 遇见一份好的自己吧 我就说一下变化是吗 我觉得每个人的活动越来越多了 这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再一次就到一起还是很亲切 昨天我还跟大龙哥玩一个梗 我说我大龙哥不落 然后车上还有人在笑 就是我觉得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三个月玩下来的梗 隔了一段时间 我们再次聚到一起 我又玩了这个梗 大家还会再笑 所以我当时就很感动 对 大龙哥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其实见面的频率挺多 发型变了吧 发型 对吧 是造型师化 不正常 对 因为见面数挺多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一九年都越来越好 嗯 好 两个呢 嗯 就是 嗯 造型 别了 因为我们有有些 我们的成员们还是没有见 很差时间 就是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们三个月前什么样 他们今天那有小小的成绩 依然跟三个月之前 不仅三个月之前 就是生入人心 刚刚来到生入人心的那个出现是一样的 就是让我特别特别特别开心的 嗯 然后也大家过完年了 特别喜气洋洋了 嗯 不像我这么 那个 因为前两年 生病了 所以有点病洋洋 你看其他人都是 嗯 容光光发发 哎 生龙活虎 对吧 啊 所以要多注意休息 保养的房子 就是 然后2019年周伯兄弟们那个什么吧 嗯 嗯 实验 终于日上 好 好好去听听听听听吧 好 好 刘兵好 就 啊 就是前两天 彩排的时候 然后 啊 上了那个车 然后 突然感觉我们自己回到了生入人心 马上录下一期的感觉 然后 其他哥哥都之前都见过几面了 嗯 剩下大龙哥还有嘎子哥 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见到 然后 再见到还是非常亲切 然后 嗯 呃 嘎子哥呢 就因为 太密集的行程 所以 就生病了 所以 还是挺心动的 所以 替粉丝 我